一零四次九十度鞠躬 感谢基层 侯友宜到云林县党部 拔甘情 县长张立善 叶培同 下官船 庄华官的处理不好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出来三一点 我批准把庄华闻起来 不要用意识形态自古 大谈国家安全 侯友宜展现选总统格局 但至此时 麦克风频频出问题 有点小尴尬 老婆真好 因为我们 侯友宜到云林 强化于本土派粘着度 意味浓厚 但现场只有张立善 却不见老县长张荣卫 会不会成功见到韩国瑜 也还是未知数 侯友宜周末 请走中南部冲刺 二零二次选战 但自驾后院 新北市幼儿胃药案 还在少 尽管侯友宜十号晚间 特地在脸书PO文 白天跑完行程 晚上直奔胃药案 专案办公室 更强调 十一号晚上 还有第二场家长座谈 但不仅副总赖清德 喊话建议成立 医疗小组 来因自家人 更大白话 安内才能攘外 这个基本良心 也是一个 市政市长该负的责任 一两个礼拜的六日 不要出门 就专心在新北市 处理这个事 请检方快速厘清 那个药物对对来 新北市政府 就很积极地 配合他们协助 这关键 副总统他就搞不清楚 适合是现在政府的 把球丢给中央司法单位 侯友宜更活力全开 炮轰对手赖清德 但在未要案 还没查清 侯友宜新 却还在选举 难免让家长 不是子卫 申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